有这么一条吸之虫能够吸走你体内的脂肪 让你即刻瘦身 你会愿意这样减肥吗 最近一家三五的减肥机构 研发出了最新的瘦身疗程 无需运动 无需节食 就能百分百减肥成功 使用疗程前的代比 是个300斤的大胖妞 但仅仅过了三天 代比就拥有了麻辣身材 成为减肥机构的形象大使 胖叔作为机构的忠实顾客 对着疗程心动不已 见到身旁走来的代比 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自己吃了大半年的减肥药 还没人家三天瘦得快 赶紧给我安排下疗程 介绍介绍 胖叔坐在一旁等候 发现身边坐着一个 连脖子都要看不见的胖妞凯莉 她简单的跟对方寒暄了几句 但对方却有些心不在焉 一心只想着能够瘦得跟代比一样 此时医生出现了 她提供了些甜品给各位顾客 但大伙都不敢吃 都这么胖了还吃 然而胖叔并不在乎卡路里 拿起一块就往嘴里塞 随后医生正式介绍疗程 她打开身后的橱窗 随后胖叔忍不住贴上去仔细看 却突然冒出了一只吸之虫 差点把他们吓得三高都要出来了 医生表示 他们走遍全球 收集十多个物种 才找到了这种 能够吸走人类脂肪的生物 通过研究发现 吸之虫不会吸人血 只会吸食脂肪 并且会分泌麻痹激素 让人类感受不到痛觉 简直就是完美的无痛减肥啊 顾客这一听 很是心动 无比渴望瘦身的凯莉 更是立马掏出钱包交钱 然而等到顾客交完钱后 唯独胖叔站在原地 她虽然渴望瘦身 但对于这种减肥方法 她怕了 哪有人可以这么减肥的 医生见到手的鸭子就要飞走 她指了指墙上自己的照片 医生以前跟胖叔一样 也是个大胖子 自从使用吸之虫疗法后 如今俨然是个万人迷 并再三保证 自己研究了数百次 不可能有风险 胖叔犹豫了 但她还是不愿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减肥 随即便叼着甜甜圈走人了 两周过后 在公园享受下午茶的胖叔 看着那俊男俏女 看着那硕大的二头鸡 不禁皱起了八字眉 自己到底啥时候 也能做个俏皮猛男呢 此时一个身材丰满的美女 坐了过来 胖叔一时间没认出 那居然是之前的胖妞凯莉 好家伙 仅仅两周没见 居然有着如此完美身材 凯莉表示 明天会有一场吸之虫疗程的电视直播 并邀请胖叔去当一名志愿者 接受疗程 如此大的诱惑力 胖叔不禁心动了 不就是吸之虫吗 大不了一死 隔天 胖叔跟着凯莉来到电视台 在疗程开始前 电视台先播报着新闻直播 记者报道称 会有一场最大的日全时到来 并发出警告 有些动物会受日食影响 变得极度暴躁 然而这些警告 却被呆头呆脑的主持人当作笑话 一笑而过了 此时来到广告休息时间 一旁作为疗程志愿者的胖叔 紧张不已 尽管已经坐在手术台上 但内心还是忍不住的害怕 不过想到只要被吸之虫吸一口 到时追自己的女人 就多得跟苍蝇一样 敢都敢不完 想想还是有点小激动呢 很快直播正式开始 医生拉开遮布 里面那条吸之虫 让人不禁感到畏惧 突然一旁的凯莉捂住左眼 面露难色 电视台见状立马切到记者这边 但随着日全时的全面来临 记者突然双脚跪地 脑袋炸裂 只见凯莉这边 一条小吸之虫从眼球钻出 而就在下一秒 更多的吸之虫从五官爆了出来 吸走了凯莉的生命 更恐怖的是 其他接受了吸之虫疗程的人 都跟凯莉一样 狂喷血浆没了小命 直播间瞬间成了一片鲜红地狱 医生见状立马冲去停止了直播 胖叔看到这惊悚的场面 愤怒地向医生发起声讨 对方居然为了自己的私欲 谋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 但医生却开始找起借口 我做了这么多次实验 谁知道日全时会影响生物呀 几十年才见一次的现象 我总不可能研究这么久吧 你难道还不想赚钱吗 还没等医生说完 医生的身体也开始了反应 他挣扎了许久 最后瘫倒在地 没了呼吸 胖叔走上前 想要一探究竟 可就在下一秒 医生的腹部突然炸开 随之而来的是一条硕大的西枝虫 西枝虫抓住胖叔 想要把它当作食物 胖叔顽强抵抗 拼命挣扎 没过一会儿 西枝虫就没了力气 放开了胖叔 胖叔立马站起来 推倒售货机 直接把西枝虫砸成了肉酱 危险 这才结束 最后胖叔拿起一块牛奶棒 一口咬了下去 减肥 下辈子再减去吧 大伙看到这里 可要记住了 减肥有风险 瘦身虚谨慎 比起冒风险 走捷径 还不如好好地去健身 既能减肥 又能锻炼身体 何不美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出自美剧 鬼作秀第一季中的西枝虫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